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来思想 当我们的身边有许多的声音在混淆 非常复杂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分辨跟判断呢 使徒行的第23章 保罗在锁链中 也面对到这样子的挑战 他的身边有辱骂的声音 有各样的冲突 发尔赛人的撒度 该人的冲突 甚至有暴力 要暗杀他的声音在他的身旁 但奇妙的是 保罗却听见 属乎上帝的声音 当主的话临到他的时候 他可以用智慧来解决这样子的冲突 他可以说出那盼望的话语 我们发现 神的话语 是我们在这黑暗时代 唯一的喜乐 唯一的力量跟依靠 这一章的要节 在第11节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 说放心吧 你如何在耶路撒冷 为我做见证 也要在罗马 为我做见证 是的 上帝的话语 应许 保罗将到平安的到罗马 更宽阔的地方 做主福音的见证 呼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似是而非的时代 让我们因着听见神的话语 心里头有坚定的刚强 勇敢 来做主的见证 我们来祷告 恳求神 把智慧的话 把盼望的话 因着圣经 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中 能够勇敢的 高举主 做主的见证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